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悬疑韩剧《隧道》第十三章的故事 上章中,法医来找郑浩英 激起了郑浩英对精神病院的恐惧 郑浩英对狭小空间非常绝望 于是他在监狱里自杀了 但郑浩英没有白白死亡 他还给光浩他们留下了一个线索No Out 后来经过查找 善哉他们知道No Out就是代号的意思 后来光浩查出原来No Out就是法医 他口袋里经常装的那支钢笔上就写着No Out 原来法医才是真正的凶手 郑文开始 光浩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严淑 万幸的是 家还在 终于能见到严淑了 严淑在院子里收衣服 光浩突然出现 严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苦苦等待的光浩终于回来了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与此同时 法医将光浩的手机丢入水中 光浩和严淑坐下来聊天 严淑等了他五个月 时间流逝的速度和未来是一样的 光浩把穿越的事告诉严淑 而另一边 善哉也把光浩穿越的事告诉了申教授 申教授当然不信 刚开始 善哉也不信 但事实证明 光浩确实是从过去穿越来的 善哉把哨子的故事告诉沈教授 他是听光浩说的 申教授这才相信光浩真的是他父亲 另一边 严淑也被光浩神奇的经历所吸引 未来的世界多姿多彩 是他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 还有很多新奇好玩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光浩还见到了女儿 另一边申教授回到家 他这才明白原来住在二楼的那个就是父亲 难怪光浩一直那么关心他 因为他是光浩的女儿啊 申教授拨通光浩的电话 可惜电话关机打不通 这边光浩一觉醒来 好久都没睡得这么踏实了 不过到底是怎么穿越回来的呢 另一边 领导发现他们还在调查郑浩英的事 已经结束的案子 未经同意私自调查 他让班长立刻收手 不要把事情闹大 但他们的宗旨就是不听话 领导发完火 该干嘛还干嘛 申教授打来电话问光浩在没在 善哉说还没来上班 申教授觉得有点奇怪 昨晚没回家 电话也打不通 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大家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 开始寻找光浩 最后一次见光浩 是他们分头去见两个嫌疑人的时候 光浩好像有什么心事 没跟善在一起 去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光浩了 三十年前光浩也是这样突然失踪的 他不属于这里 另一边 法医来到办公室 他发现那只钢笔不见了 于是立刻四处翻找 钢笔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他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 可根本没钢笔的影子 他来到隧道寻找 可还是没找到 钢笔在光浩手上 这是能证明法医是凶手的决定性证据 上面肯定有被害人的地难 但他回到了1986年 当时还没有这种技术 他用塑料袋把钢笔装好 现在没用不代表以后没用 只要把钢笔保存好 等有DNA技术了再拿去化验 法医就跑不了了 他把钢笔放进口袋 然后换了件衣服 准备去解决法医的案子 严书有点担心 他怕光浩这一走又突然消失 光浩以前的同事都被调走 这时他终于见到了老熟人 吴记者 吴记者听说光浩在案发现场训职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人真的是光浩 吴记者出现得很及时 光浩正愁没人帮忙呢 他拉吴记者入伙一起报案 第一步是寻找幸存者 第五个受害人英子 作为条件 吴记者会得到独家新闻 他们来到英子家 可英子已经去了首尔 另一边 光浩的通话记录已经拿到 最后的通话时间是晚上9点11分 对方是一次性手机 关机时间是晚上10点07分 位置在华阳机站附近 他们分头行动 不知道光浩真实身份的阿泰小松一组 去确认附近的监控 知道光浩真实身份的组长 善哉申教授一组 去光浩可能去的地方找一找 另一边 光浩和吴记者找到英子 可英子不配合调查 光浩说 英子啊 这不是你的错 你没必要这样东躲西藏 但对英子来说 最可怕的是他人的指质点点 光浩需要英子站出来指正 可这对英子来说非常困难 需要很大的勇气 光浩给他写了张纸条 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另一边 三人组来到隧道 这是光浩最可能去的地方 光浩的动向也查出来了 从警局出来后 坐车去华阳大学 然后又从华阳大学出来 打了辆车 班长觉得光浩可能是穿越回去了 另一边光浩没有忘记他的承诺 他带着严叔去坐邮轮 虽然有点晚 但最起码完成了严叔的心愿 他们两个人买了三张票 另一张是给还没出生的严浩准备的 光浩在邮轮上买了只小熊玩偶 这是他给严浩准备的礼物 另一边 他们已经掌握光浩的基本动向 晚上8点15分离开警局 8点43分来到华阳大学 9点11分接到一个电话 9点23分离开华阳大学 10点07分手机关机 最后的位置是华阳基站附近 善灾觉得这个动向很奇怪 为什么要去华阳大学呢 除了申教授和法医外 他谁都不认识 从出租车司机那了解到 最后下车的地方是隧道 之后就完全没了踪迹 如果是在隧道失踪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穿越 善灾觉得就算回去也给打个招呼吧 好歹女儿还在这呢 组长说穿越这种事 谁能说得准 30年前也是这样突然消失的 虽然没打招呼 有点可惜 但能回去就好 也算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善灾还是不放心 他看了下办公室的监控 发现光浩跟一个同事说过话 同事说光浩让他查法医的资料 看法医86年是否在华阳 善灾立刻去找法医 他问法医昨天是否见过光浩 法医说没有啊 善灾说光浩失踪了 失踪前来过华阳大学 法医说整理书柜的时候 书掉下来砸的 善灾离开这里 另一边 英子出门时发现地上的纸条 上面写着六个被害人的名字 他们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 必须抓住犯人 让他们得以安息 光浩接到英子的电话 英子被打动 他决定帮光浩指证凶手 有证人就可以去抓人了 光浩要去会会这个年大的法医 言书不舍得让光浩走 光浩答应他去去就回 无记者今天有事不能陪光浩一起 光浩只好一个人行动 另一边善灾也开始怀疑法医 而且光浩失踪前 就对法医抱有敌意 回到警局后 法医竟然也在这儿 班长说法医是担心光浩才来的 善灾疑心更重 法医30年前也在华阳 年龄也跟预测的嫌疑人差不多 但只凭这些还不能确认 与此同时 申教授去找法医 他推测英子是凶手再次作案的导火索 法医赞同他的观点 凶手本以为是完美犯罪 得知英子是幸存者后 才知道自己被骗了30年 法医这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了 把自己的犯罪心里说得十分付出 可惜申教授没能听出来 申教授一直想不通法医说的这个点的作用是什么 好像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到 法医问申教授知道是谁在找你了吗 他记得上次申教授说有人在找他 申教授说找是找到了 不过又消失了 法医愣愣的 这时善哉打来电话 另一边 光浩本以为第一个案发现场是离凶手最近的地方 没想到正好相反 最后一个案发现场才是离凶手最近的地方 另一边 善哉和申教授见面 申教授很感谢善哉让他知道了自己父亲是谁 善哉说 光浩也说过同样的话 而他们的谈话被法医偷听 申教授说他刚去找过法医 另一边 光浩来到30年前的法医家 家里没人 他开始四处翻找 与此同时 善哉来到国搜科 第七个被害人是这里的女法医尸检的 他问女法医 死者脖子上勒痕是勒了一次还是勒了好几次 法医有点纳闷 无论是勒几次还是勒一次 结果都是颈部压迫窒息而死 善哉如梦初醒 那边年轻的法医回到家里 他发现了光浩 他原本非常淡定 可当光浩说出一个个被害人的名字后 他才明白光浩是在抓他的 在光浩的提醒下 他这才想起在隧道碰到的刑警 就是眼前这位 他立刻掉头逃跑 光浩在后面紧追不舍 两人跑着跑着又来到了隧道 年轻的法医一头钻进隧道 光浩也跟着追了进来 随着时空一阵扭曲 光浩又穿越了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第十三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隧道也太有魔力了 光浩到底是什么体制 被选招的孩子吗 下一章中 光浩又从隧道里穿越回到了现在 只可惜他没把钢笔带过来 关键证物不在 光浩得想其他办法将法医绳之以法 另一边 善哉知道法医才是凶手 十分自责 他痛恨自己把凶手当成最信任的人 申教授一直在安慰善哉 而光浩找善哉商量 如何将法医绳之以法 申教授看到穿越回来的光浩泪泪如雨下 父女俩终于相认 没了钢笔 光浩还能找到其他的证据吗 法医还能被绳之以法吗 隧道 第十三章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咱们下一章继续见